第十七隻神話 嗨,大家好,我是小春 這一集我們要來分析台服現在有的十七隻神話角色 跟十七隻角色裝備上秘籍之後會有什麼驚人的變化呢? 我們來解析一下 首先我們從長開始講起好了 我們先從郭靖開始 郭靖目前的取得管道是VIP7的禮包獲得或是武林秘藏 兌換碎片獲得 然後他的技能 在他劃1的時候 他可以增加全部職業為長的俠客的5%攻擊 攻擊值500和護甲10% 這一招算是普通吧 因為長的俠客本身其實不太強 然後翔龍18掌打全體的 然後這一招是郭靖的賣點 狂龍亂武 他是有100%石化的機率 郭靖後期在玩的時候 建議搭配速度秘籍 確保他第一回合就出手 永遠搶比別人快 他就會可以打成控場很大的效果 而且他的普攻也會讓人家石化 算是一隻還不錯的控場角色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秘籍 郭靖在裝備3本秘籍之後 他可以額外降低目標的攻擊石 跟護甲 各10% 持續兩回合 算是不無小補吧 然後他9本的秘籍 是增加長的金骨 然後剛剛有說過 長的英雄其實不太強 除非你玩達摩啦 所以郭靖 當秘籍的評價 跟他綜合的評價 我估計大概3顆星而已吧 算是一隻蠻中庸的角色 除非你缺乏控場 好我們來講下一隻 張無忌 張無忌的取合管道是酒館 他這算是蠻好取合的一隻角色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技能 九陽護體 張無忌是無法被男性俠客擊殺的 最多只會保持一血 就是他完全不怕男人 只怕女人 典型的渣男 然後他的賣點是乾坤大諾依 他有18.4%的距離 將目標的入期清空 只要你能賭到這18.4% 他算是蠻有價值的一隻英雄 然後九陽神功 這招號稱王重陽的發動機 基本上會上張無忌 基本上都會配王重陽 王重陽等一下會講到 他的效果是吸收外傷額外增傷的 所以張無忌這招 如果你玩王重陽的話 是不可以或缺的 然後招風影碟 基本上就是一隻坦克 七昌拳 也是坦克使用的 張無忌其實算還蠻硬的 因為他的專武 可以增加自己的護甲 所以他通常會擺在第一手 或是第二手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他的秘籍 張無忌在裝備三本秘籍之後 他會受到女性攻擊的時候 傷害降低20% 變成怕女人的不怕女人 是這樣講嗎 然後這招是他最大的賣點 九陽護體 觸發後連續受到三次攻擊 會反彈到對方身上 變成一隻帶刺蝟的渣男 這隻評價我大概也是給個三顆星而已 因為畢竟他能用的場合有限 好我們講下一隻 達摩 達摩的取得管道也是酒管 蠻好取得的一隻英雄 達摩的評價蠻受爭議的 有些人覺得他很強 有些人覺得他很廢 我們先來看一下他的技能 他在畫意的時候會有個中師守護 中師守護是你開場的時候 他會隨機標記對方的一個人 被標記的人頭上就會出現個劍把 然後達摩到死都會打他 除非他死掉達摩才會轉移目標 可是這招有個缺點 當你是標在陽過跟小龍女的獻祭流的時候 陽過跟小龍女只要一復活 標記永遠都在 等於你變相的一直在幫對方堆屍體 讓對方的隊伍越來越強 所以這招標記到好的人身上是還不錯了 可是遇到獻祭流他很吃虧 然後這一招就是典型的單體攻擊 打隨機的 除了你剛剛標記的以外 可是他標記的時候他會自己受到一個外傷 所以他是處於第二階段 會有爆擊加成破格加成的時候 然後也有人會把他當坦克使用 那是普普通通吧 然後他是玩爆擊流的 金剛不壞 然後他只要殺人都會額外增加他的75怒氣 還有自己增傷 有點另類的周子洛吧 這個也是無限疊加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他的秘籍 他裝備三本秘籍之後他的攻擊可以無視閃避 所以他可以專門打孤獨求敗那種的 閃避流的角色 然後達摩在裝備九本秘籍的時候 他一開始的標記會標記對方血量最低的英雄 然後像剛剛說的嘛 他就是有點怕陷技隊 血量最低通常也是會標到小龍女身上 所以這隻我給的評價大概是兩顆星吧 我覺得他真的不好用 雖然他的攻擊力很強 但是我覺得他太不穩定了 好我們來講下一隻 林曹英 林曹英作為V12才能獲得的英雄 他的評價非常的好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技能 第一招龜錫大法也是他最大的賣點 現技流的核心 有軍死亡的時候觸發 他會消耗當前所有的怒氣 施放一次他的技能 只要他還在場上的時候 他就是會攻擊 你隊友死他就是會攻擊 他這招無視任何控制的效果 就算你把他暈掉啊 病啊什麼東西他就是會出手 然後他出手之後 還可以偷偷的吸一點血量 然後他是打後排的 然後他在技能攻擊的途中 還有機會使對方最高攻擊的俠客冰凍 然後受到傷害的加成 然後林曹英在場的時候 全體俠客的怒氣也會降低48.8% 這是敵方的 然後他的賣點也有這招 這招是專門克制周紫若那種單點擊殺的 28.24% 周紫若至少要砍他4刀他才會倒 但是如果你對方是一堆單體攻擊的人 他是每次受到的傷害 等於說你被車輪你還是會倒地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他的秘笛 林曹英裝備3本的時候 在場時銅牌的友軍怒氣恢復之壓效果40% 這招非常的不錯 然後他在裝備9本秘笛的時候 每消耗10點怒氣 額外提升傷害3% 這根本就是一個神技吧 所以林曹英給了評價 五星 一致好評 好我們來看下一隻 孤獨求拜 作為孤獨活動中大家可以免費獲得的 這隻也是一隻很OP的角色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技能 他在化進一重的時候 友方只要暴擊 他就額外恢復怒氣25點 非常OP 搭配上那種暴擊一流 他整個就是一直出技能的一隻角色 然後他的獨門招牌孤獨九劍 只要對方場上的俠客越來越少 他打在那個人身上 平均分態的傷害就越來越多 就是一隻對方越少人越強的一隻人物 然後他開場的時候 必定降低全 敵方全體的全體抗暴 就是 力求暴擊的一隻角色 然後剛剛就是說達摩為什麼專門打他呢 他就是因為他自己每兩回合 可以增加自己的閃避率 攻擊之後消失 等於說他越晚攻擊 他本身就有迴避率 也算是一隻迴避流的角色 然後本身又帶增傷 就是一隻很好評的英雄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秘笈 他在裝備三本秘笈的時候 以技攻觸發的時候 恢復自己血量上限的10% 這招我覺得 普普通通吧 他如果是變成傷害提高10%之類 就是一個神技 但是血量我是覺得還好 你在危機的時候10% 可能也救不了你的命吧 也有可能可以救不了你的命 我是覺得他蠻爛的 然後孤獨最強的就是這一招 九本秘笈之後 只要他怒氣高於100點 就是你的隊友 只要觸發了暴擊 你恢復25點 他可以立馬再次施放技能 簡單來說 就是一個暴擊流的超級核心 給他的評價也是五星好評 我們來看下一隻 王重陽 王重陽的出處也是酒館 他算是也是蠻好取的領雄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技能 他在化盡一重的時候 普攻有25%機率觸發全體外傷 因為他本身就是要靠外傷加成的人物 所以這一招給他不錯 然後他最大的賣點 一氣化3000 還可以吸血 如果對方處於外傷的狀態 則本次攻擊會增加一定的暴擊力 所以他跟張武技是一個好基友 有張武技就有他 有他可能還不一定有張武技 畢竟他可以獨挑大梁 但是張武技自己上沒什麼用 然後他暴擊的時候也會觸發自己的攻擊 這也是五件疊加的 也是一隻越暴越強的角色 然後這招也是他的賣點 他的血量只要越低 他的暴擊機率又高 等於說他就是一隻 你把他血壓得越低 他就會越強的一隻人物 他是完全不怕毒對的 毒對是慢慢毒的嘛 他只要你把他毒到殘血的時候 王重陽可能一次砍你就砍你五隻 這隻是毒對的克星 然後全身劍法 就是類似發了個劍氣吧 還算不錯 就額外的攻擊技能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秘笈 他裝備三本的時候 普攻對於處於外傷 目標狀態提升100%暴擊 非外傷的人物50%暴擊 簡單來說就是一個暴擊很OP的 這招應該也是算神技的吧 然後他裝備 九劍密解的時候 對外傷技能的狀態 目標額外傷害增加20%暴傷 這個 如果以九本來看是20%有點低了 我可能覺得 來個三四十%可能會更有價值 不過也不如小補啦 簡單來說王重陽 給他四星好了 因為王重陽 他本身的血量很少 他很容易死 很多人可能還不到他出手 他就葛屁了 所以我只給他四星 好 我們來看下一隻 絕緣 絕緣的出處也是酒館 也是蠻好取得一隻英雄 然後來看一下他的天賦 他在化精一重的時候 普攻有機會觸發 降低全方 增幅20% 並增加友方全體攻擊30% 這招數字看起來很不錯吧 但是我是覺得他這招沒什麼作用 因為大家在化流的時候 第一回合技能都打光了 你該死的也死了 你才 讓他有普攻20%的拘力 所以我覺得這招應該算個廢技吧 如果你跟我說 他是必定出發的話 他就是一個神技 可惜他只有20% 然後 九陽神功 對敵方造成全體攻擊的時候 可以施展一次護盾 護盾 護盾等於本次攻擊造成27.4% 本身就是一個 背技吧 27.4% 那還不如去用天賦生 這招大概是絕緣最大的賣點了吧 增加友方全體俠客以天的增傷 最大的招牌就是周子洛 可是你為了要讓周子洛增加13%多的傷害 你還必須養到化定三重 我是覺得沒什麼意義啦 太貴了 然後 絕緣在場時降低全方陣營為神雕俠客的怒氣恢復效果 神雕主要就是在玩獻祭流 你降低他的怒氣效果 其實也沒什麼作用 除非你打歐陽鋒吧 歐陽鋒可能還有一點點功用吧 然後 這一招也是 對前排造成攻擊的時候 有機率 是 俠客暈眩 35%機率 我覺得也不太高啦 好 我們來看一下秘笈 他在裝備三本秘笈的時候 護盾存在的期間額外加20%抗暴 我本身覺得是一個廢技 因為他護盾其實不厚 然後九本秘笈的時候增加友方全體1 天俠客的怒氣恢復效果30% 這招在搭配上九本秘笈的周子洛的面前 他就是一個廢技 所以絕緣的評價我給他一顆星 我覺得 養他非常的浪費錢 好 我們來看下一隻 紅七弓 紅七弓取得的管道也是酒管 也是非常好取得的人物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技能 他每回合開始的時候 會為友方 除自己以外 攻擊力最高的俠客 提高守護的能力 分擔 他受到傷害的20% 同時也能增加 自己跟被保護的對象減傷10% 還不錯 還行 然後他的降龍18掌 可以主要的賣點就是降低 對方的攻擊力 然後紅七弓在場的時候 增加全部技能減傷 可以幫全體變硬 然後下一招 這招也沒什麼特別的賣點 就是增加技能減傷而已 然後技弓觸發可以對自己補險 算是一隻坦克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秘笛 他裝備三本秘笛的時候 九英內力的恢復效果會多10% 這招就是剛剛技弓會觸發補血的那一招 多補個10%吧 然後他最大賣點就是逍遙遊 九本守護的目標增加一個 增加減傷的那一招 紅七弓給他評價4星吧 可是如果他在獨隊大後期的時候 他的評價可以上升到5星 他可以幫獨隊整個減低非常多的傷害 算是一隻獨隊後期的熱門選擇角色吧 好我們來看下一隻 黃三女 黃三女取的管道就是上一次的黃三女活動 台服也是免費取的 陸服是沒有免費的 所以算是台服的福音吧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技能 黃三女就是獻祭隊的 算是核心嗎 應該也算現階段台服 他化進一重的時候 有軍死亡會增加 友方全體的普光傷害50% 跟技能傷害10% 可以疊加的 理論上也是無限疊加 但是他持續只有3回合 所以你大概可以疊加了3至5次 大概就是天花板 然後這一隻我另外一部影片有介紹過 他的技能增加傷害 我覺得是沒有到10%這麼誇張 可能只有5%吧 我覺得有點設計錯誤 然後他的這一招也是全體攻擊 但是攻擊力我是覺得有點低 然後技能攻擊觸發之後 自身傷害減少 算是一招還不錯的技能 然後他被控制的時候 可以無視一回合的效果 就是第一次一回合內重 第一次負面狀態的時候 可以驅散 並且治療友方 算是一招擋負面的狀態而已 然後開場時和友軍死亡的時候 都可以增加自身的內力 簡單來說也是疊一個攻擊力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密集 疑魂大法觸發時同時驅散自身 所有異常的狀態 這招就是剛剛補血的那招 同時驅散所有自身異常狀態 應該是一回合可以中兩次以上 可以驅散吧 然後他裝備九本秘笈的時候 他的技能攻擊也會在敵方俠客死亡時觸發 我是覺得這招是廢技啦 如果你說是有方俠客死亡的時候 觸發那他就是一個神技 可惜他是敵方俠客 這隻我是練到彩衣了 這隻我給他的評價 3到4顆星而已 我是覺得限技流限階段還可以用他 當然到後期我覺得他就是一個冷凍酷的角色吧 不強 好下一隻 小龍女 小龍女取得的管道是小龍女沒有活動 之前台版有降低難度 所以大概是人手一隻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技能 小龍女的普攻會使敵方後排隨機一名俠客沉沒 這一招就是一個神技 然後他的第二招是你出手技能出手的時候 對敵方全體攻擊造成一定的傷害 然後分別有50%的機率降低對方的怒氣 這一招就是一個開場神技 通常小龍女就是打第一位 在限技流專門自殺的人物 跟控制對方怒氣的時候 然後他也可以肩破對方的破甲 然後普攻也有機率變成範圍 然後對血量低於自己的目標增加傷害48.8% 小龍女本身就是一個拿來自殺角色 所以他的血量始終是最低的 所以這一招非常好用 來我們來看一下秘笈 他裝備三本秘笈的時候 他的怒氣降低機率會提升20% 這一招就是剛剛他的全體攻擊80%那一招 再多20%那就是破百 百分之百觸發 除非對方有洗儀減抗的東西 要不然小龍女這個是非常有價值的一招神技 然後他在裝備九本秘笈的時候 普攻會降低對方25點怒氣 再搭配上小龍女普攻有機率變全體 根本就是一隻降怒神角 然後我給他評價是四星 有秘笈之後他可以提升到五星好評 來我們繼續講下一隻 郭湘 郭湘作為上次郭湘活動的人物 也是一隻蠻好入手的人物 好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技能 他在化精一重死掉之後 會對對方使用淨怒的效果 使對方再也無法獲得任何的怒氣 這一招就是一個自殺神技 然後他在化二的時候啊 他分別有47%的機率 使對方送到淨怒的狀態 若目標處於被控制狀態的話 那就持續增加兩回合 簡單來說就是一隻控擊的神角 然後他每回兩回合的時候 會對敵方造成前排65.8%的機率攻擊 並且使目標承諾 然後他被控制的時候 也有基於反彈控制的效果給敵方 每兩回合生效一次 然後普攻也有50%的機率 使對方怒氣最高目標暈眩 郭湘根本就是一個控制神角 蠻好用的一隻任務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他的秘籍 解手9是對於處於淨怒狀態的目標 觸發機率提高30% 這招就是剛剛那個 暈眩機率50%的那一招 再多30% 80% 也算一個半個神技了吧 然後他在裝備九本秘笈的時候 這招就是剛剛反彈負面狀態的那個效果 我是覺得九本秘笈給這招有點中庸吧 然後我給郭湘的評價是五星 這隻根本就是一個控怒神角 配合哪一隊都可以 我覺得蠻萬用的 好我們來看下一隻 一燈大師 一燈大師也是酒館 可以抽到的人物 蠻好取得的 變的人也蠻少的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技能 對敵隊陣營為乙天的敵方角色 目標傷害增加50% 持續日戰鬥結束 現階段乙天的強力角色 就是郭湘小招跟趙敏 所以這招其實也可而可無啦 然後他的異陽子 對敵方造成全部的傷害 然後使目標受到內傷 也是一招算是負面狀態技吧 搭配內傷有加成的 英雄會有奇效 然後他的普攻 跟剛剛郭湘一樣 小龍女一樣 都有30%的機率觸發 30%機率蠻低的 不過攻擊加成是還蠻高的 然後他的技攻 會有60%機率十字以免傷 還算是 減傷的還不錯的人物吧 然後他在死亡的時候 是他最大的賣點 你只要人品好的時候 他可以復活三次 等於說你會看到他爬起來 又爬起來又爬起來 又爬起來 就是這樣 就是一隻很人品的角色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秘笈 他在裝備三本的時候 可以有額外 使目標再收到一層的內傷傷害 就是內傷再疊內傷 30%有點偏低了吧 好我們來看一下九本 九本在佛法無邊首次死亡 失敗時 就是你首一次賭人品時候失敗時 還是可以復活一次 等於說你第一次失敗 但是後面三次好運 他總共可以復活四次 就是死而不僵的一隻老和尚 其實我給他評價算是三星吧 有興趣玩光頭的可以練看看 不過蠻中庸的一隻角色 好我們來看一下下一隻 趙敏 趙敏也是九關取得的一隻人物 練的人也不多 毒隊後期的二手位置之一吧 好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技能 趙敏在場的時候 若目標處於中毒狀態 受到了治療效果跟吸血 降低35% 在毒隊就是一個超強的buff 然後第二招是有機率 36.20%上毒 算是偏低吧 攻擊觸發 有60%距降低目標的攻擊 可以限制對方比較不會那麼強 25%其實蠻高的 開場觸發的時候 降低對方全體受療效果 這一招就是蠻克制小招那些的 而且他不可以驅散 他算是一招很不錯的吧 然後他的技能攻擊有機率增加自己的怒氣 等於說他可以有機率一直放技能 好我們來看一下他的秘笈 對於十香軟精神中毒的目標 觸發機率提升20% 這一招就是剛剛會降對方攻擊力那一招 觸發機率變得更高而已 然後他在修煉九本秘笈的時候 以樓克鋼的降低效果限制提高50% 就是剛剛那招降治療的啦 等於說 有九本秘笈的兆敏在場 你對方的補師基本上就是會背掉 然後兆敏的這一支 我給他的評價是兩顆星 中期可以到三顆星 然後到大後期他在讀對的效果 大概可以給到四至五顆星 算是初期誰練誰死 後期獨對誰練誰硬的角色吧 好我們來看下一支 楊過 楊過作為獻祭流的核心發動機 他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技能 他在畫一的時候 可以跟小龍女同生共死 只要對方還存活 就可以無限的一直復活 就是獻祭流最大的核心啦 然後楊過最大的賣點 暗然消滾掌 這一招是對後排造成攻擊 然後你只要有化二以上 他就是冰凍兩回合 而且他攻擊力非常之高 這支可以配合單點使用 是很值得投資的一支任務 然後這邊再說一下 很多楊過都會玩格檔流 但是台服 格檔流你可能會玩不起來 原因是因為我們台服的寶石 並沒有格檔寶石這種東西 所以台服格檔是有天花板的 你很容易就觸碰到那個天花板 所以你要玩格檔流的寶石 可能你會跌不高 然後他抽到的普攻傷害降低 格檔觸發的時候對自己增加治療攻擊力 但是剛剛說了吧 台服沒有格檔寶石 所以這招看看就好 然後技攻增加自己的格檔 好我們來看一下他的秘笈 他在裝備三本秘笈的時候 可以驅散自己所有的控制 跟外傷狀態 所以可惜就是台服沒有格檔寶石 你真的要玩楊過的 可能你要洗的更辛苦吧 格檔堆起來的時候 然後裝備九本秘笈的時候 然後這招是一個神技 這招跟小龍女搭配情之所至復活之後 小龍女通常是死的那一方 小龍女爬起來的時候代表他可以繼續行動 等於說他可以繼續控制別人的怒氣 所以九本秘笈我覺得這招是神技 然後楊過我給他的評價是五顆星 因為他攻擊力真的太高了 不管是你有沒有玩獻祭流的人 他作為單點擊殺 他是一隻非常不錯的英雄 那我們來看下一隻 歐陽鋒 歐陽鋒也是酒館的一隻人物 也是非常好取得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技能 在敵方死亡時 若目標是中毒狀態 則對友軍治療全體100%攻擊力的血量 這招非常的不錯 因為他本身就是獨隊的核心嘛 然後他的茶蠻弓 就是有高機率80%死對方中毒 然後他的普攻也有可能會使對方全體中毒 每回合受到一定的傷害 就是毒上加毒 然後他的技能攻擊 如果對方是中毒狀態 則傷害繼續增加 就是毒上毒加毒 然後被攻擊的時候 也會使目標中毒 也會使目標中毒 就是半個坦克的意思吧 但是應該不會有人拿他去當坦克吧 就是你到最後的時候 可能對方打你自己會被毒死吧 加減用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秘笈 他在裝備三本秘笈的時候 萬毒十天的觸發距離提高40% 這招就是剛剛普通攻擊使對方中毒的那一招 提高40% 等於說他的技能 可以提高到7-80%的觸發距離 算是一招很不錯的一段數 然後當他 裝備九本秘笈的時候 他自身受到毒傷害殲免50% 且受到處於中毒狀態的狹克 控制率降低20% 我是覺得算中庸的一招技能吧 搭配上九本秘笈的話 我覺得這招算是 不符合他的身價 然後歐陽鋒給他評價是五顆星 他算是五克中克 甚至你接近大克的 我覺得他都是一隻好用的核心 這隻算是獻祭流的克星吧 如果你養了起來的話 他打獻祭流是有一定的強度的 好 我們來看下一隻英雄 精倫法王 精倫法王作為酒館出的英雄 也是很好取得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技能 精倫法王在場時增加 有方神雕 陣營的俠客減傷傷害10% 他算是 也算不錯的技能 但是在獻祭流裡面 可能沒有他的位子吧 然後看一下 他對敵方攻擊造成單體傷害 並且吸血 這招是他賴以生存的技能 蠻痛的 他跟楊過好像有得拚喔 他的輸出 但是主要是他攻擊力 他攻擊的時候還有機率造成 飛劍的傷害 飛劍簡單來說就是擴散 等於說他是比楊過還要攻擊高的一隻人物 然後他在血量低於50%的時候 會必定 對對方造成一次全體冰凍 這招算是他快死的時候垂死增達使用的 很OP的一招技能 然後他的攻擊力必定增加自己的增傷 9.36%跟減傷4.68% 持續是戰鬥結束 疊10回合 這個就是為什麼 金倫法王人家說越打 越強的一隻角色 就是因為這一招 好我們來看一下他的秘笈 他裝備3本秘笈的時候 他只要剛剛說的馬 那招疊到10成的時候 可以獲得免控的效果 等於說他就是越打越噁心的一隻俠客 然後神技在這邊 他只要裝備9本秘笈的時候 你只要拿他當主坦的時候 他20%距離他不用出手 就可以先疊這招了 等於說 金倫法王越後期會越強 然後我給這隻的評價是 初期一顆星 因為他初期真的有夠廢 中期兩顆星還是一樣廢 他大概是你滿火之後 你還要加一點資源投資他 他才會變成神的一隻角色 他到大後期評價是5顆星好評 好我們來看一下下一隻 楊炳田酒館出處 非常少少見的一隻英雄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技能 他技攻10至於免疫石化一回合 簡單來說廢技 然後他的第二招 增加友方全體攻擊值1827點 跟1827點的護甲 簡單來說 背技 因為不可疊加 而且又是數字了 如果是趴數的話 大概還有價值 可是固定數值到越後期越廢 所以這招評定為背技 然後第三招 被攻擊的時候觸發 對對方血量最低 目標攻擊力造成92% 也是廢技 趴數太低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招 攻擊觸發 對對方 治療36.8% 廢技 趴數太低 不如上正統補師 然後當自己血量低於30% 使自己免疫攻擊傷害持續回合 並對友方治療攻擊322% 僅剩下一次 背技中的天花板吧 算是比較有用的背技 好我們來看一下他的秘技 他裝備三本秘技的時候 技攻 會增加友方全體5%跟5%的護甲 這招就有點價值啦 不過綜合他剛剛本身的技能 我是覺得 這隻還是不要碰了 然後九本秘技 即攻死之一免適 一次技能傷害持續回合 我覺得這招也是廢技 遇到孤獨那些連砍你九下的人 你還是會收到八下的傷害啊 然後這隻綜合評價就是一星 誰練誰倒楣 好了以上就是 我對台服 現在17隻神話俠客的點評 有一些俠客真的還不錯用 可是像陽頂天那種就是 千萬不要練他 誰練真的真的是誰倒楣 好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左上角可以幫我點個關注 下一期我們再繼續講解陣容的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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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